若是你真能傍上龙家这条大腿 唐家那边就无关紧要了 不过必要时候 你得活得出去才行 女儿明白 又是这田狗 现在我要跟龙兽发展 哪有功夫离你啊 刚刚接到消息 唐家给楚大师安排的婚期 就在两日后 雁儿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啊 我 没错 其实当日在云廷阁 我已有意将你许配给楚大师 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咱们风家 他这样的少年英才 万年来也仅此一个呀 你觉得呢 仔细想想 他也蛮帅的嘛 实力也真的很强 呃 那个 其实 也不是不行 哈哈哈哈 那好 既然你愿意 那咱们即刻上龙都 抢亲去 楚大师婚礼的事 你们都知道了吧 嗯 我还听说 唐家这回连久不露面的穆大师都请回来了 哼 他们是想给楚大师下马位 看来唐家跟楚大师的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了 咱们该站哪边呢 这还用说 婚礼当日 去给楚大师道喜 劲爆消息 劲爆消息 怎么了 这么激动 听说云廷阁和风家都要来唐家的婚礼 这下又热闹看了 连云廷阁都请得动 唐家真是实力雄厚啊 还有风家 听说他们向来是看不上世俗家族的 怎么这次也 嘿 管他们呢 反正小爷我是去看热闹的 你去不 当然 我的女神洛洛接受了唐家的邀请 我当然也要去 说起来 他自从江城回来后 就很少参加咱们圈的聚会了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洛家的能量在龙都可是数一数二 他总跟我们混在一起 才不正常吧 唉 说得也是 女儿 咱们与唐家素无交情 你为何非要去他们的婚礼 我不是为了唐家 而是为了新郎 楚衣 楚衣 难道 当初你在江城遇到的是他 没错 就是他 哥 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难道你不想逃婚 为什么要逃 明天可是唐家向咱们赎罪的好日子 小义 唐家派了不少人 在楼下守着呢 来就来吧 我本来也没想逃 我听说唐家已经跑到江南省 去把爷爷给请来了 嗯 但他们绝对没安好些 放心吧 爸 唐家的计谋 不会得逞 好儿子 老爸相信你 我也相信哥哥 你呀 就负责多吃点 把身体养好 明天 等着看好戏吧 江老 明天的婚礼 就要劳你们了 一黄眼就二十多年 时间真快呀 若不是当年你妹妹跟那姓楚的私奔 咱们可能早就是亲家了 现在成为亲家也不晚 那唐婉佩虽然生过孩子 但也依然是冰青体 你们既然用不到她了 不如让她给我做妾 我听说那唐婉佩的女儿 好像也是冰青体 对呀 当年为了控制唐婉佩那娘们 下了寒毒 没想到误打误撞到了她女儿身上 千天冰青体 又有寒毒浸润多年 这可是绝妙的修炼卢顶 成蒙二位看得上眼 只要明日婚礼不出岔子 我唐家愿将他们送给江家 哦 好大的排场 唐家想借这个婚礼 来成为华夏第一大世家 自然要排场大典 咦 这里怎么不见有人呢 戏台子和观众在里面呢 哥 你慢点